部長想要問一下南非篩檢陽性率到16.5% 這個數字的意義是什麼 當然就是在社區的感染相對的多 那一開始一定會高 因為它整體在陽性也是一樣 它都會做疫調 在疫調的人裡面相對的多 那這本來就是一個高風險的感染區 那曾經在陽性率 在歐美曾經在疫情比較高的時候 也有高達到20%或18%過 那已經有29個國家都有出現Omicron 那我們高風險10國會在增加嗎 不會用這樣子 它在邊境檢疫出來的這樣的一些情況 那至於在英國 它可能有看到就是說 回來從倫敦回到南非 那造成的一個院內的感染 那這個我們再跟英國來看看說 在倫敦到底在什麼地方染疫的 因為大部分現在的安理航都從一個聚會裡面出來的比較多 部長我們原本預計明年什麼時候可以解封 那民眾什麼時候出國泛國的時候可以不用隔離 跟疫苗的二G三G覆蓋率有關嗎 當然有關 我想這當然一個就是國際的一個疫情 那當地一個情況 那當然跟疫苗有沒有施打 跟覆蓋率可能相對就個人也沒有施打比較有關係吧 如果出國的話 部長想請教我們在報告裡面有提到說 我們好像在11月有跟AB500萬劑的合約 這個是新簽訂的一個疫苗購買的採購合約嗎 對這是一個就是我們針對次世代疫苗的一個選擇權的合約 所以這個也是為了第三劑去做準備的 是次世代疫苗 對可以選擇啦 因為次世代疫苗到底會不會做出來 這我不是很清楚 但法流教你可以選擇的一個權利 部長 你也有提到說 我們就是在第三劑追加的部分 會針對一到三類 除了中央防疫官員之外 滿五個月接種 莫德納疫苗 就是跟我們之前的六個月 所以任意選擇不太一樣 這個考量是什麼 各國現在在第三劑因應Omicron的話 都有一些相關的一些比較 就是相對的因應的措施 那在我們台灣的話 那重要就是說 還是從第一線到一到三類 可能就是相關的一些保護的人員 這是我們的重點 那為什麼中央防疫官員要除外 中央防疫官員 因為如果有到第一線 當然也不見得一定要除外 但是如果像我們都 如果我經常要去跑到醫院啊 或跑到檢疫所 我當然可能也需要打 但如果都坐在辦公室 坦白講就是暫時沒有那麼急 但是因為疫苗也都足 疫苗也都足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 因為當機革半年太久了 我們有沒有可能要去縮短 有 可能縮到多短 專家HIP的我們是建議 我們就是說是相隔六個月 那必要是可以縮短到五個月 所以我們什麼時候可能會討論 比較多短到五個月的建議 都有討論 我們今天會宣布 今天會宣布 下午嗎 等一下文會我就會宣布 部長請問我們會不會針對長輩強制打疫苗 對於強制打疫苗這件事情 大概我們台灣在目前都沒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所以部長我家文會是全部的人都變了間隔五個月就打嗎 不會有必要的 有必要的 所以就是剛剛說的 那去 哈哈哈哈 哈哈